撒姆尔记 上 第三十章 第三日 大卫和他的人到了喜格拉 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尼格夫和喜格拉 他们攻破喜格拉 用火焚烧 他们掳去城内的妇女和城中的大小人口 一个都没有杀 全都带走 他们就上路去了 大卫和他的人到了那城 看啊 城已被火烧毁 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百姓就放声大哭 直到没有气力再哭 大卫的两个妻子 耶稣列人亚西暖 和做过拿巴妻子的加密人亚比该 也被掳去了 大卫非常焦急 因为众百姓为自己的儿女痛心 说要用石头打死他 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坚定自己 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祭司说 请你把以弗德拿来给我 亚比亚他就把以弗德拿给大卫 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追赶这群人是否追得上呢 耶和华对他说 你可以追 一定追得上 也一定救得回来 于是大卫出发 他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比索西 那些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 大卫带着四百人往前追赶 有二百人疲乏 不能过比索西留在那里 这四百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 就带他到大卫面前 给他饼吃 给他水喝 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 两个葡萄干饼 他吃了 精神就恢复了 因为他三日三夜 没有吃饼 没有喝水 大卫对他说 你是谁的人 你从哪里来 他说 我是埃及的青年 是亚玛利人的奴仆 因为我三天前生病 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 我们侵夺了 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 以及迦勒地的南方 又用火烧了喜格拉 大卫对他说 你肯领我们下到那群人那里吗 他说 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 你不杀我 也不把我交在我主人手里 我就领你下到那群人那里 那人领大卫下去 看啊 他们分散在全地面 吃喝跳舞 因为他们从非利式人的地 和犹大帝掳来的财物非常多 大卫击杀他们 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 除了四百个骑骆驼逃走的青年之外 一个也没有逃脱 亚马利人所掳去的财物 大卫全都夺回 并救回他的两个妻子 凡亚马利人所掳去的 无论大小 儿女 略物和一切被掳去的 大卫全都夺回来 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 有人赶在群处前面 说 这是大卫的略物 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 留在比苏西的二百人那里 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和跟随他的百姓 大卫上前向他们问安 跟随大卫去的人中 每一个恶人和无赖都说 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同去 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 只把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 让他们带回去就好了 大卫说 我的弟兄 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 你们不可这么做 因为他保佑了我们 把那群来攻击我们的人 交在我们手里 谁肯在这世上听你们呢 上阵的分得多少 留下看守物件的也分得多少 大家应当评分 从那日起 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 直到今日 大卫到了喜格拉 从略物中取些送给他的朋友 就是犹大的长老 说 看啊 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 送给你们做礼物 有在 跟随他的人 经常近出之处的 拜拜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